中今上周才召开董事会 原以为增赐案达成共识 没想到两大派大股东们 意见依旧朝不拢 茶壶风暴正式炸开 名誉董事长吴东静 甚至批评新兽团队 粉饰太平 制造和平假象 新光今后发出声明稿回集 点名大股东应该要谨言慎行 自律自重 还说不要透过媒体或幕僚犯话 干扰公司营运 落实大股东不得干政的规范 吴东静又不断的下指导旗 然后甚至给压力 所以也造成了 陈怀州大概就是已经 已经有点嗅不了 曾经提出来说 如果你们要再不合 再这样吵的话 那我这个董事长可以不干 两派大股东 都是因为增资瞧不拢 吴东静认为新光今公司派 今年对新售增资70亿 根本不够 去年还有55亿未到位 至少增资125亿 而且要向大股东们募资 才是正途 新售副董洪世奇的主张 又由子公司上脚盈余 挤出钱来给新售 现在陈怀州 跟整个范新光的家族 他们如何来面对 这次的争资 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办法 比如说要发行特别股 或是发债 那吴东静会认为说 你们未来发行的任何东西 可能会削弱我的股权 吴东静担忧 子公司上脚盈余 金控恐怕无力配发股力 新光金控也透过声明稿回应 过去数年来 对股东募资金额 已经累积高达数百亿 新光金控股价仍低于票面 显示过去的做法 未能扭转公司经营困局 两大派大股东继续交锋 最后影响的 恐怕还是所有小股东 进行国外点灵个前采访报道